乳房胀痛 腰栓 水肿 二路不进 这些都是生产后的妈妈 容易发生的产后症状 我一刚开始就是蛮严重的水肿 它有帮我们把麦 那它也有附一些养肝茶跟四五池汤 那就是喝了之后觉得也还不错 其实都消得差不多 作月子是女性健康的转列点 专业的中医师针对产后妈妈的体质 给予配方 药膳 穴位 按摩等方法 帮助妈妈改善体质 脱胎换骨 第一个阶段因为产后的第一周 这个时候气血大量的耗伤 其实我们会建议 滋腻 油腻的东西先不要进来 那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加入一些 像大量蛋白质的摄取 那同时搭配像药膳的部分 进入到第三阶段 也就是来到产后的第三到四周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以滋补肝肾 来强壮他们的腰心 让妈妈们比较免于酸痛之苦 饮食 作息与修养 是产后调理的三大关键因素 其中以吃为首药 营养师建议 透过天然食材的蔬食料理 不仅能增加乳汁 还能避免便秘 让妈妈恢复元气与体态 怀孕的后期 其实肠胃系统会没来得那么好 比较容易有便秘的问题 我觉得这边的餐食的话 对产后的妈妈来说 是比较清淡的 那也比较不会有造成身体的负担 我们提供的是淡奶素的苏食月子餐 所以蛋白质是来自于 主要的黄豆制品的豆包跟蛋 为蛋白质来源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要有足够的纤维质 所以我们这里提供的是 全骨的主食 还有蔬菜跟水果 以及坚果 都是纤维质来源 一个月换来一辈子的健康 透过中医师与营养师的联手照护 帮助产后妈妈改善体质 展开幸福人生